来看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就是英国脱欧的问题 现在英国脱欧陷入到一个大麻烦 你像泰晤士报就指出 作为英国来讲的话 它是希望能够让欧盟给予推迟 但是欧盟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强硬 还有就是双方之间在期限问题上 还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还在不断的纠缠 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相关消息 大家来看一个眼带行情 特雷莎梅作为一个女人 眼带是越来越多了 说明什么 太超老了 可能睡觉都睡不好 为什么呢 为脱欧的事情搞不定 可以说是着急上火 还有就是欧盟现在已经给 特雷莎梅下了最后通牒 要么就是三个月之后 你硬脱欧 无协议脱欧 要么呢 你明年之后 咱们再考虑如何来脱欧 所以英国现在面临的这个抉择 是非常非常不利 这是来自于信报和彭博社相关的消息 那么明报就给出了一条路径 说怎么样能够再提交脱欧协议的表决 至少要有三件事 第一呢就是要更改议事规则 第二更改协议内容 还有更改会期 尤其这个内容呢 不要跟我去谈 去跟欧盟去谈 让他们去做妥协 议会才有可能会通过 但是跟欧盟去谈 这条路基本上是毒死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